我居然在这呆了想笑了 我这受不了了 好多的大爷们看我也想笑 我跟你们说 刚刚有个男生 他长得可能会帅一点点 他等他女朋友 就每次在上场所了 他就站在这儿往下看了 然后因为他可能外形还可以 阿姨们就来问了 我女生也来问了 我说在这地方 小两口都给你拆扇了 上不走 真热 穿的这么薄 愣死胳膊挤出汗了 来咱们大伙一起扫描 看有没有年轻的 现在也都别说好看不好看了 年轻的都很少 有一个 等会儿 穿马甲衣服的 就这个穿一个牛仔衣服 我再描描 这个没看清脸上能量 但这个还行 一会儿去看看 刚刚交谈的是这个小哥哥 跟他聊的 我怎么像普列的人 这下边都是猎物 我自己选一条 估计好多人都选一条 我觉得没有没有 那边还有一个 看到没 这都算是年轻的了 先从这个开始 刚刚那是一个医生 当然他是离异的 我就转头就走了 幸好看到那两个 要不然就搭花了 一米八五五的 我就来传统的 他就在那七块 跟他一眼红圈 在咱们上看来 一米八五五的 你这真相亲 还是在干嘛 最相亲 是帮自己生 也很好 不是 这小哥哥这么高 看一下 你家里人吗 不是 不是我会员 会员 那就先走走看 做生意的 整个招牌信人的 我是做旅行的 做旅游的 在重庆时间是长一点 大多时间在重庆 对 在重庆时间比较多 多长年 我三个月 以前会每年都在重庆的 但今年在这儿待了 已经三个月了 今天还好 我是两月份过来的 一直在过完年的时候过来了 还蛮凉快的 这个阶段 五月份以后会热的 五月份的还不算是 是吧 六月份 六七八 这几个月 六七八九 这几个月 九月份都稍微好一点 九月份可能有半多月做一点 应该是 七八 七八月份 到七八九点半 七八九一年 可能上个月 月份的可能还有困难 这几个月 也有可能 您是相亲的过来 溜到丸的 我来过来看 我也是过来看 我第一次来 有一次 上次来是下午来的时候 过来看 在这儿一定要脸皮厚 你不要有什么词 你一定要勃勃开朗 和外向 否则你很难 你在这儿这么多人 能看到几个年轻人 你也再不好意思 再不下手 那还什么机会都没有 我就在这儿像猎人一样 往下看 有年轻的就过去打个伤 我先挤住这个圈再说 一会儿继续再领吃糕点 就为女儿征婚 为儿子征婚 我都不看了 现在只看人 太不容易了 我都站在上面 我都在这儿瞄着 重庆的乡心脚 一定要赶在上午来 上午9点10点11点 这三个小时人最多的时候 这个小伙子特别受阿姨的欢迎 就是从早上到现在 一直都围着一圈一圈的阿姨 就是阿姨眼睛是毒的 可能看这小伙子就觉得比较靠谱 就是老是憨厚那种 乖哥哪去 周六是年轻人详情会 礼拜天的上午是老年人的详情会 这大伙退休的单身的 可以在礼拜天的时候过来 逛前前脚 逛了都不饿了 可以是减肥了 热闹了 在这边可能相不得亲 但是还能结交那么一两个朋友 聊到哪子 刚刚有一个小弟弟 他是东北的某个大学毕业的 他是重庆本地人 在我旁边聊了半天 挺有共同语言的 就认识个小弟弟 挺好的 在乡亲角 没乡亲 但是捡到个弟弟 然后我就把弟弟给带走了 我说出去吃点饭去 这弟弟边走路边忐忑的 他以为我感觉乡亲戚坏人 他刚刚也觉得我说坏人 坏人太多了 没写在脸上 对 坏人太多 也没写在脸上 怕我目的不纯 我的小面上来了 我们两个一人一碗面 就是小兄弟心里还忐忑 就总觉得我是个大骗子 然后现在我说我是干嘛的 这不可能就是大骗子 人家吃片肠 是的 对面有一个拐过的小哥哥 我都不让他纯净了 我说也想人家以后香气能最不好 没饿太多了 对没法理 没事 我的保密工作做好了 我这边吃小面子 不要不要 上钩了 防不胜防 这是小面全靠这个调料的味道 就是汤 小面吃的挺好的 我觉得 刺激 我吃过了不少地方 吃过了不少东西 但我给你的小面看 我也是 你怎么 最喜欢的 什么这 重庆小面是我最喜欢吃的 最实惠的 最刺激 对 以前的时候 有一些天桥上面 还会有小面摊 现在看不到了 这会影响 是有 他这个香气奖 有礼拜就有一次 就是上午 礼拜六上午 平时没有 平时都是老头老太太 平时还有吗 没有 我只听好像 香尖脚好像只有 周六上午 对的 就是今天上午 周天是什么老年人 老年人 对 你今天一个妹子都没看到吗 看到了 没加 没加 你是大方一点吗 去香尖脚 第一要脸皮厚 你还得该主动主动 等会儿 一会儿上去加一个 一会儿还去一趟 行 我要走上去 我要走上去 下午有阿姨 你看阿姨讲的漂亮 那孩子不会吵 我主要是 我的三小 我都不看 不太看你们那种 拿着 拿着牌子的 主要看人 我主要看别人 本人来的 那我也是 太少了 我就没必要看人家 那个 爸爸 我觉得有一种 就是 嗯 你要么是 家长有一个带着孩子来的 嗯 要么是两个家长 都带着孩子来的 要么就是 两个家长来的 哎 可能还好一点 要是你要说 拿一个家长 就是拿一个整个地 那个啊 我就觉得 不够真诚 成功率也很低的 就跟百贩一样 对的 吃饱喝 里面带着被拐的小弟弟啊 然后他可能要回去了 我的也得回去了 今天呢 香蜷脚来的走啊 还是有收获的 有一些年轻人是自己过来 亲自站在那儿乡了啊 几百号人里面 总有那么个三五个的年轻人 亲生了 哎呀 撑死我了 这个小弟弟也吓坏了 不是 他我没说我做自媒体呢 后来我不得不说了啊 因为他想 说我就跟一个陌生人走了 他有点心里不踏实 我说我还能给你卖到东南亚 这尬腰子 总之他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啊 我这性格比较外向嘛 跟谁 除非我不想说话 否则的话 很容易打上一片子 看着我这个性格 说我不至于沦落到相亲这个地步 我总能说我就是来玩的吧